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之前呢其實我有跟大家介紹過一款來日本旅遊會用到的一個APP 它叫做暢遊日本 暢遊日本這一款APP 然後它其實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就是我有實際的去使用過它裡面的優惠券 然後真的是可以打折 或者是你可以拿到一些什麼 service的飲料之類的 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像我現在偶爾還是會用一下這樣 然後今天要來跟各位講什麼 其實最近有人呢 就是傳訊息給我就說 阿倫為什麼我找不到那個暢遊日本的那個APP 然後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他們最近有改版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畫面上這個logo就是暢遊日本最新的logo 它以前我在介紹的時候 它是白底黑字的 現在變成紅底白字的 後來我稍微研究了一下這個APP 我發現它更新的部分不只是外表圖的部分 它裡面也有做一個超級大改版 然後所以就跟各位大家來簡單的來看一下吧 然後它這一次更新呢 我發覺它裡面有兩個 多了兩項非常非常厲害的東西 分別是你可以即時的跟他們的客服聯絡 就如果不管你是想要吃什麼喝什麼 或是你不知道去哪裡玩呢 你都可以直接的用 就是你可以傳訊息給它 它馬上就會即時的回復你 這一點非常的棒 就是這一次的更新呢 還增加了一個就是所謂的 預約寄放行李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實際的去外面呢 比如說像是他們的一些 有跟他們合作的一些網咖 或是一些那種餐廳啊 一些那種店家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線上預約 馬上預約馬上使用 就你可以馬上擺個大型行李呢 放在那邊放個幾個小時 或是你要放一天啊 兩天之類的 你只要在那邊設定好了 你就可以實際去寄放行李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你就再也不用去車站 找那些那種 很難 一味難求的那種 置物櫃之類的 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我現在先來跟大家來實際的分享一下 我在使用的這個功能的感想是什麼吧 第一個呢就是線上客服 線上客服是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你可以即時的在這邊呢 你就直接 如果你碰到什麼問題 或是你不知道什麼好吃 你不知道要去哪邊玩呢 你可以利用它的線上客服 馬上的幫你做一個解答 這個功能的位置呢 就是我們進來這組畫面之後的 右上角 有一個像是聊天的那個mark有沒有 我們這樣點進去 好我們現在進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之前有稍微先試過的 就是 問了 問他們說 想要吃什麼東西 在新宿有沒有推薦的 然後他們就會 推薦我一些麵店這樣子 然後我最後本來想說 謝謝你 要打謝謝你 就不小心 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打了一個問號 就變成好像一個 一隻一人家的那個之類的 不然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反正就是 它這個你可以即時的在這邊 傳訊息給它 然後它可以即時的回覆你 所以說呢 我們如果按聯繫客服的話呢 它這邊有寫 就是說 即時的客服是 平日 平日的早上9點到下午6點 就是它一般的上下班時間 然後假日呢 就是沒有辦法即時恢復 不過呢如果是碰到假日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 現在這個客服專線這邊 你可以留言 你可以留下你的暱稱啊 跟電子信箱啊 還有像比如說 你有什麼問題 你想要問他 欸 觀光地啊 美食啊 購物啊 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問他 在他們下一次上班的時候 他們就會馬上回覆你 也算是還不錯了啦 畢竟這是一款免費的APP嘛 你要人家24小時待命 也是有點 也是有點強忍所難 然後我剛剛呢 有試著傳了兩封訊息問他們 就是第一個呢 我是想要問說 吃在哪邊有好玩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來到日本的時候 我們身體不適 該怎麼辦 可不可以介紹會說中文的醫生 我就問了這兩個問題給他 然後之後他回覆你的時候 會寄到你留的那個email 如果你是在平日的上班時間呢 像我之前也有試過 就是它其實是有那種選擇式的方式 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選擇 它會慢慢幫你過濾你的問題 像你可以自己選 一開始我想要問關於日本美食啊 然後他就會讓你選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然後會換選東京的美食之類 就是這樣慢慢的幫你篩選 之後呢他就會給你一些意見 然後你就問他之後呢 詢問他之後呢他就會回覆你 其實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是我發現到的第一個 很好用的功能 然後第二個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你來日本玩呢 常常會碰到一個是你 行李非常的多 你又想要逛街 你又不想要拖很多行李的時候 他這時候有一個功能非常棒 就是在這個我們中間下面有預約的按鈕 我們按下去之後呢 他就可以搜尋附近可以讓你寄東西的地方 好至於他這個功能到底實不實用呢 我們等一下就馬上出去 跟各位大家來試驗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夠寄行李 好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GO 我現在已經來到了時代站啦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試看 這個暢遊日本的APP呢 是不是可以用來寄行李 大家看一下我連這個 我平常在用的這種大型的行李箱都準備好了 所以因為大家出來玩 一定大部分人都會拖這種大型的行李箱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也用這種行李箱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就先來實際的來找一下 看看這附近有沒有地方可以寄行李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吧 我們先進這個暢遊日本APP 然後呢如果我們要寄行李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到下面這邊 這邊有一個預約有沒有 我們點預約 預約進去之後 他這邊就會顯示出來說 在我們這附近有哪些地方可以寄行李 比如說像是 離我們最近的有 這個呢這是一個網咖 它有500公尺 然後一個不動產它也是500公尺 然後還有一個hotel 就是飯店的是700 然後我們點進去看的話 假設這個網咖呢 它裡面就會寫說 它是哪裡啊 然後它的寄行李分別是多少錢啊 手提包啊多少錢 行李大型的行李箱是多少錢 然後它可以放幾件 然後這一件是24小時營業的 然後它的地圖呢在 下面有它的地圖 就在那個磁帶車站的附近而已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東京不動產 那這邊有一些圖片呢 可以說它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然後它的簡介 一樣是 價錢是一樣的 它這個可以放到30件 各30件可以放很多 而且它這個營業時間要注意 就是因為每個地方的營業時間不一樣 所以你能夠放心你的時間呢 就你必須要在它營業時間結束之前來哪 像剛才那間24小時就還OK 可是這間是到晚上7點 這就要注意喔 然後這間 喔這間離車站 車站又更近的感覺 網咖可能大家平常比較有機會可以去 我們去一下這個好了 東京不動產 去這邊寄寄看 看看會是什麼樣子 應該蠻少人看過 東京的不動產長什麼樣子 在右下角 這裡有一個 預訂 的地方 然後我們輸入日期 今天 現在時間是12點半左右 那我們就12點35分好了 然後結束 我們就稍微的測試一下就好了 我們寄到一點 一點之類 然後我們有大型的行李箱 我們要一個 好我們這樣算了之後 它這邊就有試算 總共要付600塊 然後這個是你確認 訂單確認的部分 完成訂單 好 訂單一欄已經出現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的去這一間 不動產去看看吧 真的是還蠻特別的感覺 我現在已經把行李準備好了 沒看到行李在這裡 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準備去 它在池袋北口的部分吧 地方吧 我們現在去看看吧 池袋北口 那它這邊會通知你喔 好 進來 第一次 因為寄行李而坐電梯 跑到這種一般的辦公道裡面 感覺還蠻特別的 好 我們就先把東西準備一下 等一下就 去看看會不會成功吧 好 就在前面 不好意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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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中文 可以說中文嗎 對 我今天來寄一方行李 好 稍等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一預約 你妹妹可以馬上就可以看到嗎 對… 剛剛可以 OK沒問題了 好 我這邊上傳了你就OK了 所以你那邊上傳之後 這邊會收到什麼嗎 你會收到短信 看到你的箱子的照片 喔 好 我現在已經寄完行李了 對 沒錯 我現在已經出來了 這樣子沒有行李呢 手上沒有行李呢 你就可以逛街 就可以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 很輕鬆的感覺這樣子 好 據說在你那個寄完行李之後呢 店家會拍照 會把你的行李拍當照片 然後會寄到你的那個 池袋日本的那個 APP裡面 你就可以確認說 他們已經確實有收到你的行李這樣 這樣子也是蠻安心的啦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在這邊附近逛一下之後呢 等一下就要準備回去的時候 我們再來拿行李囉 剛才確認一下我的email之後呢 已經有收到這個了 所以已經有check in完成了 然後再來看到就是check in完成之後呢 還有拍了一張照片 在這邊說 欸 你證實了我已經確實的收到了你的行李這樣子 還蠻不錯的 蠻方便的 這樣還不錯的一點就是 你可以看到你的行李 確實是放在他們裡面的那個照片 這樣整體來講呢 也會比較心安一點 而且像剛才我也碰到那種會說中文的史達夫 我覺得很親切 就是你 就算你不用日文 其實也可以還蠻放心的使用這一個 這一項服務 我覺得還蠻棒的 雖然說是需要著收一點錢的啊 好 我們現在又回到這棟大樓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拿行李 細心的流程呢 到底能不能夠順利的結束吧 好 謝謝 這樣就可以了嗎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超方便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 暢遊日本這個APP 實際的使用的感想 跟那個 狀況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真的覺得呢 這一款APP 真的是還蠻實用的 除了它能夠告訴你說 美食這邊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什麼好玩的 然後又有優惠券 然後甚至呢 它還有那種即時的線上客服 不過當然是放假的時候 它們可能是沒有辦法即時對應 不過你也是可以留言 然後它們上班日也會馬上回覆你 這一點也是還蠻不錯的啦 畢竟呢 這是一款免費的APP 能夠做到這樣 我真的覺得已經是非常的佛心來著 對 而且那個實際的那個 寄行李的功能 我覺得真的還蠻厲害的 像我真的無法想像 如果我是真的去一個地方玩 我可以 可以進去他們的那種 不動產的店裡面 這真的是還蠻難得的體驗 雖然只是寄行李而已啦 今天這樣體驗一下 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對 真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去下載這款 暢游日本這款APP 在存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算你沒有現在 就要馬上來日本玩 你看看它裡面的那種 推薦的一些文章啊 也是蠻有趣的齁 真的要來日本玩呢 這款APP應該也會 非常非常的幫助到你喔 然後我也把暢游日本這款APP 的下載連結放在 YouTube影片下方說明欄內 有興趣的人不妨去Check一下喔 那今天這個APP 實際的體驗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啊 還有像今天這種 我來實際的去試用的一些 比如說旅遊 日本旅遊的一些APP 還有像是 我在這邊生活的分享啊 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呢 這邊呢 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然後因為我會把一些 我在日本平日生活的一些照片或文章 都放在這邊 不要去追蹤一下喔 還有呢 這兩邊呢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みな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趕快去下載暢遊日本F8 超好用 好